接下來的星期日 中年好聲音繼續上演100強進級50強之戰 錄影當日除了有總經理曾志偉先生來觀戰外 還有星夢二的學員 原來眾多參加者當中有學員熟悉的歌唱老師 他就是Six的Fixie其中一位唱歌老師何博文 今日何博文以一首超高難度的歌曲出賽 全場都拍爛手掌 除了何博文以外 參加者林家偉也是唱歌老師 唱功當然有差不多了 而面試時唱功和顏值在線的G曲兒 都是這集出戰 當年不讓她入行的媽媽也有陪她來比賽 特地叫媽媽來支持你 對 媽媽剛才也在那裡 唉 我看到她 這一集除了參加者的歌聲打動評判之外 不少參加者的故事都令大家很感動 其中曾經分享的故事 令肥媽哭得眼淚收不到掣 曾經身家三千萬的她 經歷生意阻滯最終一無所有 她希望自己勇敢追夢的行動 可以鼓勵到自己的小朋友 唱完就可以下台 但是每次別人問起我類似的經歷 我都會很感觸 因為可能是最痛的一個人生的最痛 所以你每次問我的痛位 我都一定會有這樣的感覺 沒有辦法我控制不到 但是當我要連累到家 我就會覺得心很不舒服 其實我這次藉著比賽 坦白說我是給自己一團火 包括我本身不跑 我又跑去跑步 練習 其實我覺得是有 正如所說 真的給我一個正能量 在其他地方我都希望去做好 對 面對困境 音樂都令如意外令身體殘障的流面 找到新希望 正正就是音樂 將我由黑暗中拉出來 因為我發生意外之後 其實頭三年我都躲在家裡 我不敢見人 不敢面對社會 路向有一隊義工的樂隊 他們搞音樂 然後就叫我出去玩一下音樂 試一下唱一下歌 其實就是這個機緣巧合之下 他們慢慢慢慢將我一步一步拉出社會 一陣子 泛西雄 泛西雄 泛西雄